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登了一组先锋小说 那么当然89年第三期的先锋小说 大部分应该说是在88年就完成的 因为康乌法稿有一个周期 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还是有一些先锋小说 像《葛飞的风情》 其实这篇小说 我认为是一篇非常精彩的短篇小说 我曾经用一个厚悲剧的概念 来理解这一篇小说 像这个小说 当然它的故事也是非常 非常的这样一个神奇 就是有一种圈套 就是我说的 《葛飞》一直在寻找的那种细微的差异 你像这个褐色鸟群里面 它就似曾相识 恰恰是在这种细微的差异当中 它把存在和不存在给它解构 到底历史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 它小说中像《赫色鸟群》一直在重复一个 就是说记忆就是力量 我们说知识就是力量 是吧 知识就是一种power 其实是一种权力 知识是一种力量 记忆是一种力量 但是呢 历史是靠记忆来建构的 新闻小说呢 在《葛飞》那里它力图要表达的就是 这样一个记忆是不可靠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叙述 和历史实际发生的事情 它是有差异的 而《葛飞》一直在书写的是一个细微的差异 我记得很多年前 大江建三郎啊 他曾经到北京做过一次演讲 应该是 应该是两千年 两千年左右的时间 要么是九九年 要么是两千年 他谈到他 那个 他对小说的一种体悟 就是他那个 那个时候他正在写的一种小说 后来他一直用一个来命名 就是《奇怪的两人变换游戏》 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他要说的也是 他在小说中呢 利用重复 利用差异 他找到对往事 对故事叙述的一种方式 他觉得这个呢 打开了他的小说艺术的一个很大的空间 发掘出很大的艺术的可能性 那么实际上呢 葛飞在九十年代初呢 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 葛飞的小说 也一直在追求这种 可变异的重复 就是可变异的重复 赫顺鸟群最典型的 包括青黄 那么像《风情》也是这样 《风情》里面有说 他本来用麻袋 是吧 这个装了一麻袋的土盗 但是倒在地上一看 是别的东西 就是说 这个故事呢 他在叙述的就是一个地主的少爷 他本来想出卖游击队的情报 来换取被关押的 这个 他的姐姐还是一个什么青龙 结果呢 他肆意愿违 就是他的动机和他的结果呢 发生了错误 结果造成了更大的这种悲剧 还有一个游击队长 叫王彪 他呢 总是渴望负迹 负迹日本鬼子 其实过去这个游击队长 就跟土匪一样 是吧 散兵游泳 然后集合起来 还要打日本 打日本鬼子 结果渴望一次真正的负迹 但是呢 他却搞错了 就是每一个人的动机和他的结果都不能集合起来 王彪可爱一次真正的负迹 那次得到一个情报 就是说 日本鬼子 今天要进村了 所以他们就埋伏在村外边的这个山上 然后到了天麻麻亮的时候 一队鬼子进来了 他们就从山上冲下来 因为他们的武器不如日本鬼子 所以他们在路上挖了一个大坑 非常大的坑 把粪倒进去 就大粪坑 然后日本鬼子走过去 看上去是那个路 结果一踩下去 就是空的 那么掉粪坑里面 他们从上面冲下来 把他们围紧 把他们见面了 结果天麻麻亮 这个时候走了一个队伍 碰 掉到粪坑里面去了 他们冲上来一看 不对 是一个迎亲的队伍 迎接新娘子的队伍 因为王彪每一次渴望腹击 真的会他都扑空了 都搞错了 那么这次他想 情报已经是百分之百的准确 说第二天有路门鬼子要来打 结果一扑下去一看 是一个迎亲的队伍 迎亲队伍 就新娘子 还是隔壁一个村庄的 一个小木匠的路 新娘子 他还认识这个隔壁的小木匠 就这个王彪 这个游击队长 他就坐在那个山那边 结果他手下的 这个王胡 所以大家看 这个作者都有意地 采取一个反讽 就王胡 这种名字 典型的过去土匪的名字 是吧 王胡 他故意这种 把叫做游击队就王彪手下了 他过去把 王彪也过去看 那个新娘子 掀起他的头盖一看 哎呦 一个非常年轻漂亮的新娘子 大家知道过去新娘子 新婚之夜 是吧 都不认识新娘子 不能见到是吧 就新婚之夜 是吧 洞房花珠夜 金棒停滨时 就那下呢 把女孩子的那个红头巾一掀开 一看 如果是漂亮的话 这辈子那就幸福了 要不漂亮 过去都以貌取人了 是吧 这个美女 哇 这新花弄法 要是看得丑了 那么然后就非常痛苦和绝望 所以这个过去的这种 确实这种婚姻 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都是父母的这种 父母之命啊 梅浊之言啊 那么这个 这个大家呢 现在肯定没有这个 这个大家 没有这样一个经验 是吧 你们现在老早就论识了 是吧 那么没有这种 没有那种激动 那么王彪过去的 掀开这个头盖 一看 这个年轻的 漂亮的这个 然后他就走到一边去 坐到一边 然后这个王胡呢 过来问他说 头怎么办 其实呢 这里已经是非常隐喻的血 这是一帮土匪 是吧 是土匪变成的游击队 按说他拦截到了 这个新娘子 怎么办 就把他弄去当压寨夫了 是吧 土匪他都是这样的 就拉到山上去 当压寨夫了 结果王彪说 还是让新娘 唱一支歌吧 他觉得这样 跟土匪 这个行为差距太大 是吧 然后新娘子呢 就唱一首歌 然后说了 歌声在早春的原野上 经久不息的飘荡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新鸿小说 它是这样来描写 这种非常绝望的一种情景 那么 他是游记队长 他想扶起日本鬼子 结果扶起这个新娘的队伍 他是迎亲的队伍 是吧 他说这年月 迎亲也都跟宋藏一样 偷偷摸摸的 是吧 他天麻麻亮才敢 因为也怕碰到鬼子 碰到日本鬼子 所以他是以这种方式来写历史的创伤 来写 中国人在那个年代 他们所经历的一种生活的 一种绝望 结果还被王彪扶起了 所以这个新娘子呢 在这个时候你看在他青春的 如花的这种年月 是吧 这个 窦寇年华 是吧 这个 然后这个 然后呢 他又要怎么 又要是 又要怎么样 又是当压寨夫人 但是呢 没有那么当压寨夫人 他能唱一首歌 到底是歌唱青春 歌唱幸福 还是歌唱绝望 所以他把这么复杂的东西 都是用一种非常优美的 抒情的东西叙述出来 这些呢 在抒情的外表底下 掩盖的 是一种更深的一种悲剧 所以我把它成为一种厚悲剧 一种非常优美的方式 来书写悲剧 他写那个 那个尾宝掌 也是这样 尾宝掌早上 小说其实一开始就尾宝掌 他跑到外面 场地上去 才能上去看见鬼子进春了 但是呢 他看到他老婆在那里晒谷子 阳光照着他老婆 他就一直跟他老婆比手势 他不敢叫 他躲在墙后面 叫老婆赶紧跑 赶紧跑 但是鬼子骑着 马已经冲到前面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应该是非常绝望的 他很焦急了 结果他看到鬼子呢 那刺刀 把他老婆的那个棉裤啊 冬天呢 把他老婆的棉裤一挑 哗了一下 那个裤子就掉了 本来这是一个 在我们传统想法中 这个时候 你老婆被那本鬼子 把裤子挑了 你应该冲出去 这个捍卫是吧 保护是吧 对不对 结果呢 他描写她是 一支不住一阵内心的激动 他看见就像船的围帆一样 哗的一下掉了 他看见他的老婆的这种身体 在阳光下发出炫目的耀眼的白色 让他想起他过去跟他老婆 在轻轻的山坡上 然后在潮湿的 是不是 你觉得这样的描写 实在是烂文 违背我们的经验 以及甚至也是违背伦理和道德 是吧 违背伦理和道德 你在这个时候 应该是英勇就义 不管怎么样 是吧 同贵一剑 拉着这个手榴弹冲过去 这个 但他写出这个伪宝掌 是吧 叫做冯金山的伪宝掌 他也写出这样一种人物 在那种历史的时候 在这种境况底下 他的一种反应 那是小说在这里面 他就非常这样一个 就非常极端的调用了汉语的修辞 他把全部的智慧和全部的能力 都体现在对语言的一种捕捉上 他要把这种状况描写的 如此之精致 反复那个故事是不存在的 那个故事是没有意义的 那个故事是没有悲剧的 他以这种方式 他反复是一个局外人 他只顾把这个句子写得如何的漂亮 只顾他的描写多么多么的优美 你可以看到先锋小说在处理这种的时候 反倒你不管他的动机如何 也不管他的立场如何 但是我觉得这种文本 其实在我们的阅读当中 我们感到一种更加强大的一种悲剧 是吧 因为我们传统书写那种悲剧是另一种方式 但是新国文军有他们处理历史悲剧的方式 处理在悲剧中的人的那种方式 当然冯金山某路以上他是汉奸 他是为保长 所以就是说 对他的一种心理和立场的描写 他过去的那些保长 其实我们后来这个仇奸运动啊 汉奸啊等等的 其实中国人他都有他特殊的生活方式 我也不是说 因为我也没有做过那种历史统计学的调查 有些大部分的这种保长 他既为日本人做事 也为共产党做事 也为国民党做事 因为他要求得生存 求得一春子老百姓的平安 都是地方上的能人出来 他们会周旋 会周旋 这样尽可能能够维护一方的这种 百姓的生命的安慰 所以有时候就这样一种历史 有时候他是强加在一个民族的身上 强加在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有时候说 谁在历史中我们一看 道德品质恶劣 这个卑劣如何如何 中国人这个懦弱 中国人这个 但是你想一想 历史强加在他们的身上 有多少东西 是不是 有多少东西 那我比如说 我们读到色界 是吧 王家之 就是一个女人 一个美女 突然间要他去为民族 去捍卫一种东西 然后当然李安对他的处理 是另外一种 张爱玲和李安对他处理 就是要他们卷入历史和政治 像这些美女本来是 当一个阔太太 是吧 上街购物 是吧 去买点钻石 是吧 是买点这个黄金首饰 穿着旗袍 是吧 在街上一摇一摆 吸引一些眼球 然后回家 是吧 打打麻将 他们本来是过这种生活 但是历史突然间要这些了 他们要吗 去承担一种责任 要吗 没有承担一种责任 承担了一种责任 或者成为一种英雄 或者成为被人谴责的一种对象 那么另一些呢 没有为历史所投身的 在这样一个大历史面前 他们都变成一些 拥有不顾的 大家理解吗 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一代的人一样 知青年上来下下 你去不去 不去 你在家里 你是代业青年 是吧 你没有勇气投身于革命广泊天地中 去练弘性 有些到北大方去 你没有勇气去 你没有 没有这种 去迎接挑战 那么 历史留给每一代人的 是一种什么东西 确实是一种考验 当然说实话 现在对于你们来说 你们有很多的选择 毕业了 你愿意你去西战 是吧 去新疆 你不愿意也没事 是吧 大家也不会追究你 每个人每个人的选择 在我们这个年代 你不勇敢 你不坚强 你不冲在前面 你政治上 你就觉得矮了人一截 是吧 你就觉得你 不够光荣 是吧 你不是英雄 所以都要成为英雄 所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 我只想当一个人 北岛这么说的时候 其实是一种痛楚 就那样一种年代 我们的民族所经历的历史 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英雄 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就义 应有就义 所以我们的榜样都是黄继光 是吧 那胸部去顶 顶着这个 董春瑞 举着炸药包 刘胡兰 然后欧阳海 金逊华 都是那种 就你一定要把你的生命 你的一切 献给人民 献给党 所以你像这个风情呢 我觉得它其实呢 虽然写的是一个 渺小的卑微的人物 一个冯金山 另一个地主的少爷 他们都犯了非常大的 丑 还有一个土匪变贞的游击队长 王彪 是吧 这些都是渺小的 他们在历史中 所以我就说 中国的文学 汉语文学 它其实发掘出另一种东西 它发掘出了 就是在历史中的这些人 我们的人和历史 是如何构成关系的 所以我越来越坚信 我的观点的一种正确 就是汉语文学 它发展出 它的一种审美的一种经验 发掘出它的一种文学的 独特的一种东西 所以我们一说 按西方的浪漫派的小说 西方浪漫派小说 我说过 是吧 它要么通奸 要么乱伦 因为它没有外部的历史 强加给它 它当然也有 是吧 一次大战 二次大战 西方 那战争也是很乱 但是他们并不以 那样一个 在那样一种历史中 他所关注的伊朗 是一种个人的感情 你比如说 像在美国的 好多的电影 最后 最后必须是个人 爱情 家庭 战胜了国家的利益 这样才是英雄 是吧 这什么意思啊 你去看吧 他们所有的 就是一个英雄 他要为国家 是吧 民族 做什么事 我现在也很难去分析 什么 比如像这个杀手不太冷啊 比如这个什么 斯瓦辛格演的一系列的电影啊 滴滴血啊 诸如此类 他都个人英雄 是吧 就个人英雄 个人的价值 一定要高于国家的价值 什么叫做国家 他国家最后呢 他都会把国家 拖出几个坏人 是吧 那几个坏人 就是假的 真正国家是隐匿的 永远是缺席的 因为你不知道 那个真正的 代表好的国家在哪里 那么 然后能够和个人 形成一种对抗的呢 都是那些国家 一度代表国家的 那些坏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